鸡油要拌飯 你看它這個每一個這個 雞皮都這樣子脆脆的 這是汁啊 這裡面都是汁啊 來到嘉義要吃什麼汁雞肉飯 這個老闆太誇張了 甕鋼雞蓋飯 這整個裡面都是飯 超誇張的 這是來嘉義吃過最誇張的雞肉飯 整隻翁窯雞放在裡面 然後上面鋪飯 給外星人看 你看你們很懷念的 覺得你們今天上班不能來 這個雞皮到底有多脆 這個叫做三杯是豬肚 試試看這個 剛才看那個就是很幼的 鋪得很仔細分雞腿雞皮雞胸 然後雞皮在幫你弄成一片一片爛 它真的很方便喔 都不用說每次去吃那個 整桌的人都在看有沒有人要站起來罰 有沒有人要戴手套 誰要去戴手套有沒有 誰在聽老高 你在聽老高 沒有沒有那個不是老高 哈囉 我們現在就突然無預警開入 來今天我們同事跟同事的朋友來了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要來去嘉義 所以我們要開三個小時的路程 那第一攤直接殺嘉義最好吃的 竹香園 翁鋼雞 他應該不能叫翁仔雞 叫翁鋼雞 我們直接殺去那邊等下拍給大家看 掰掰 好啦我們終於到了 好大間啊 這一間竹香園 這間我們是去南投吃 他在嘉義本店 喔超有名的 現在平日還是有很多人 跟大家講他這邊非常爽 停車場超大的 你要來吃雞了嗎 拍拍 跟他們講說我想要拍乾他的雞 哇他的 你有看到他的雞汁在滴嗎 他整間店就是整個全部都落地 而且今天是 禮拜五平日中午 就人就這麼多了 然後他是很大的窗戶 這邊給大家來看一下 我後面超大的 所以他平日 你就知道他的假日生意有多好 而且非常漂亮 然後後面還有這種 就是半包廂式的 他也不算是完全窗 他後面有這種像這種 半包廂式的 然後很大的一個落地窗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是小的 小的落地窗 很舒服耶 而且他這邊全部都是用這種 竹子的風格 然後底下那種竹椅子這樣子 超漂亮的 好我們的雞來了 他這個造景也都很漂亮 山水化 有人在餓補 隱形眼鏡 我們還把它拍進去 這樣好像不太好 就我的眼鏡 雞油要拌飯 你看他這個每一個這個 雞皮都這樣子脆脆的 是汁啊 在這裡面都是汁啊 來到嘉義要吃什麼 汁雞肉飯 啊我們今天來吃 甕鋼雞 這個老闆太誇張了 他的甕鋼雞飯 我們剛才以為蓋飯是什麼 他這個就是 甕鋼雞蓋飯 這整個裡面都是飯 超誇張的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 我是瘋狗鞭 周一是周五 每天周五十二點 小鞭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哦 拜拜 很重很重 我不要吃白飯 我要吃雞肉飯 這是來嘉義吃過最誇張的雞肉飯 他等於說是整隻 整隻 整隻用搖機放在裡面 然後上面鋪飯 跟筍絲 喔喔喔有了有了有白飯 哇好香哦 這個雞肉飯太 這個雞肉飯 雞肉飯太扎實了哦 我來一個雞皮 當然啊那個是精華 對啊 開吃啦 雞油要拌飯 給大家來聽一下這個雞皮啊 這個雞皮到底有多脆 雞油烤的很脆很脆 嬌香 而且這一間很棒的是說 它的這些雞鋼 雞 你不用自己動手 它全部幫你撥到好 撥得很仔細 跟雞腿 雞皮雞胸 然後雞皮再幫你弄成一片一片 然後你自己像烤鴨一樣自己去夾 然後旁邊有附雞油跟那個 椒鹽 很讚 它的話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雞鋼雞的話 一隻雞鋼雞 一隻六百塊而已 實在 然後雞鋼雞蓋飯是六百八 然後我們先從前菜來開始介紹 剛剛看到的那個冰醋中捲 冰醋中捲三百五 因為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冰醋 你們等一下可以吃吃看冰醋 然後我先來吃吃看那個 乾鍋牛肉 這一個 看起來是有花椰菜乾跟牛肉 店家推薦叫我們要點這一個 乾鍋牛肉 吃吃看 它有一種 它有那個貨氣 那個叫貨氣嗎 貨氣 貨氣是什麼 貨氣 就是熱炒有一種貨貨貨氣 鍋氣 鍋氣很香耶 這個很下飯 好吃喔 薄皮辣椒好吃 而且裡面有薄皮辣椒嗎 對啊 它牛肉很好吃耶 那個蛋糕味最愛 它裡面的那個 綠色的那個辣椒可以直接吃 它有帶一點點的甜味 然後整個都是那種 熱炒的那種醬香味 然後這個 這是它的 鳳鋼雞的雞胸肉 要好吃就是雞胸肉也是嫩的 超級下飯 然後看 老闆推薦叫我們要點一個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麻油蛋炒 很特別耶 他說類似是像是 山菜 然後 去炒以後 然後裡面還有放蛋 很特別 吃吃看 它有點像那個 炒山酥 那個山酥 然後裡面再加那個麻油的那個煎蛋 很清爽還不錯 這一間的話是我之前去那個 南投跟外星人他們去拍的時候 然後 那間我們第一次吃就覺得 喔真的超好吃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些菜 上次我們有吃到像是那個水煮豬肉 水煮山豬豬 也很好吃 推薦大家下次也要去點 還有一個是那個 梅子 梅子雞 它是那種弄那個梅子的醬汁去濃縮了以後 弄得像三杯雞的味道 那一個也一定要來點 炒山酥啊 你以前吃喝那個什麼湯的時候 你喝喝酒 就是麻油雞湯 是麻油雞湯嗎 就是山菜 它就是很像是 它有一點類似山酥跟那個 地瓜葉中間的那種口感 對對對 這個叫做 三杯是豬肚 吃吃看這個 剛才看那個就是很誘人 第一次吃到豬肚弄三杯做 它豬肚好厚好紮實 而且感覺有先去炸過 所以外面有一點微微的那個炸的酥香 很有紮實韌性耶 喜歡嚼勁口感的人可以點這一道 它越嚼越香的那種感覺 但是重點還是它的 烘缸雞 欸我抓到雞腿了 什麼東西 很像是 更有嚼勁 然後更大的那個豬大腸的感覺 對對對 那個 杏鮑菇 蘇炸地 蘇炸杏鮑菇 蜜汁杏鮑 好特別很像是那個蜜汁地瓜 的做法 然後改成是中間是包杏鮑菇 甜來鹹的 甜的喔 它這個菜脯啊 這是隱藏版嘛 就是不一定會每次來都有這個菜脯 可以做那個招待 很大片的 它是整個這樣蘿蔔 我就喜歡吃這種古早味的東西 配白飯 雞腿的肉超好吃的 很雞腿喔 對啊 它的雞真的很好吃 基本上它雞其實不用沾啦 不用沾那個膠原也很好吃 沾膠原的話是沾那個雞皮 它真的很方便喔 都不用說每次去吃那個 要自己吃 整桌的人都在看對方 有沒有人要站起來拔 有沒有 有沒有人要 有沒有人要戴手套 誰要去戴手套有沒有 到底是它有去 所以有些點很像是沒有去 你講到 是有骨頭 你講到去骨 它骨頭剛才全部拔完以後 它拿去旁邊煮那個 加那個梅菜跟筍片 然後去煮湯 等一下我再拍那個湯給大家看 給外星人看 你看你們很懷念的 覺得你們今天上班不能來 超級很大一個 因為有小黃瓜 所以交給你們吧 他說是冰醋 他說不是糖 不是 它不是太 欸好大喔 超大圈的 都快比我臉大 而且 而且主要我剛才看 加我們應該先吃這個 對 應該是要先吃開胃了 先開胃一下 然後我剛才看 它的泰式蝦球是280 我剛才拍那個 它那個蝦球裡面 也每一隻都超大隻的 這間真的在地的 應該嘉義很多人都知道這間 竹香也很有名 它開到 上次我們第一次去排一次吃 在台南 南投吃 它本店好像都是在嘉義這邊 這一次我們來嘉義玩 直接來吃這一間 本店 好吃啊 欸它家子沒有小黃瓜的味道 不要不要 我不相信 真的 來弄那個雞汁湯給大家來看一下 雞汁裡面有筍片跟酸菜 雞汁的那個甜 然後配那個 梅菜加筍絲 好吃 好吃 這個湯也可以掉本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帳單多少錢 因為點的有點多耶 等一下要打包回去 湯很好喝 湯很好喝 對 炸地瓜 好吃耶 因為它覺得最好吃的是這個炸地瓜 對 結果它覺得最好吃的是炸地瓜 還要交給你們 開始直播 來 超大便 可以當麵模糊 不一樣 雞皮就是精華 真的 肉可以不要 雞皮不能不要 對 沒錯 等一下老闆會衝出來打的 拿上來都 他家公啊 可是很多人真的就是 喜歡吃雞皮 我們家都超愛吃雞 我們家也是搶雞皮 你看每片人耶 這真的蠻好吃的 對 地瓜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爆點一桌的帳單 我們點了 1 2 3 4 5 6 7 8 然後再加一個飯 3 2 8 9 加一層服務費 所以基本上我們家用這一桌 應該是可以差不多5個人 我覺得應該可以5個人 5到6個人吃 對 所以平均換算下來 一個人差不多才500塊 可以吃到這麼多錢 如果你們真的很愛吃雞的話 一隻雞吃不夠的話 真的建議 一個是點 單純的翁鋼雞 另外一個點翁鋼雞蓋飯 你們就不用再加點白飯 因為翁鋼雞蓋飯 它是一盆 一盆底下鋪滿了雞汁的那個水片 的那個白飯 超好吃 嗯 好吃 然後今天我們這一套嘉義行程 我們會來吃四間 後面會繼續入信商店 那如果你們當地嘉義有什麼好吃的 留言在底下跟我講 上次屏東的人已經超踴躍的 每個人都罵 欸 怎麼去吃那間 那個冠冠去吃的 好 麻煩嘉義人熱情一點的 好吃的留在底下 翁鋼雞 翁鋼雞啊 然後嘉義的小吃什麼的 都可以留在底下 因為我發現嘉義我光是地服在看 超多間 但是肚子不夠 老闆啦 掰掰 來 我們有人反悔了喔 剛剛有人改成說 湯很好喝喔 吃水是第一名 湯 湯第一名是不是 老闆等一下拿倒出來了 我賣雞 一下說雞皮好吃 一下說湯好喝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